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師傅說感覺政府在拿取民之民膏 其實我也說了一件事給大家聽 民之民膏其實有部份都是要做一些公共的事情 譬如你要搞環保 有部份民之民膏拿去搞環保其實是沒有錯的 就是我的看法 因為如果不搞環保的話,你還是要拿民之民膏去建堆填區 剛才有一個哥哥留言 Tai Raymond Leung 說 焚燒垃圾早已在中國、歐美、日本也是實行了很久 現在科技已經沒有發出有毒氣體,還可以發電 一舉兩得 上屆黃錦星用公帑已經去大陸考炒過 回來什麼都沒有做過 其實減除過 十幾年前已經說了 其實我不是要刷成哥鞋 就是李嘉誠先生 其實他很久之前已經提出了 就是香港可以搞垃圾糞化的 當然李嘉誠說的話,當然有很多人會反對 下意識就覺得有錢人提出這些東西 都是自肥的 其實李嘉誠說是沒有錯的 就是搞垃圾糞化的那些是應該做的 現在好像特區已經在建一個垃圾糞化設施了 就是現在特區政府正在建 所以你說黃錦星沒有做 其實應該不是 因為我理解好像是 香港也正在建垃圾糞化設施的 那 Tai Raymond Leung 推廣 其實特區政府不是沒有做的 我理解是 但是當然不是馬上有 因為你不是很快就能建立一個垃圾糞化設施 但是你要讓垃圾糞化設施 是變得很有效率的 或者它不會有太多有害的東西噴出來 你也是要做好垃圾分類的 就是如果你要做這個燒垃圾的廠 你也是要先分類的 其實是 你也是要做垃圾分類的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要做垃圾分類的 所以 根本就不存在說 你可以不做垃圾分類 全部燒掉它 其實就是不是這樣的 喏 那麼 風風就說地鐵還在播放垃圾袋廣告 依然是4月1日 不要緊,什麼時候也好 其實垃圾徵費那裡 就是四方果出了一個節目 我是沒有看他的節目的 我是看一個網友截了一條短視頻給我 那麼他就說超哥呢 他全文,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說超哥就叫謝展環 向麥美娟 和曾國慧學習 最嚴重的就是 如果環保處 這個... 這個不是環保處,這個是環保局 謝展環 他真的去學麥美娟和曾國慧呢 我就說這件事就肯定更嚴重 現在謝展環要做的 我認為他是要整理好整套計劃的配套 用這幾個月的時間 現在給他多了四個月的時間 他有八個月 不夠八個月,七個多月 他要整理好這件事的配套 以及要有計劃去做 這些就像麥美娟和曾國慧是沒有用的 因為曾國慧,他們的部門 用了超過半年 去改一條國歌的link 不是開玩笑的,不是誣蔑他的 是超過半年 所以如果 超哥說 真的好像四方國那樣說 叫謝展環學 曾國慧,扑硬街 改一條link也要六個月 這個在舊節目裡有說過 國歌的link是有問題的 國歌是會亂碼的 然後就算是英文網頁按下去 按中國國歌 然後是去了中文網頁的 所以這件事很好笑的就是這樣 現在還叫一些人去 如果真的超過 我認為四方國是造謠的 四方國我認為他是造謠的 如果你真的叫謝展環去學拉拉娟 更糟糕 本來宣講 就是拉拉娟的責任 麥美娟有主體責任 為什麼呢? 他負責搞關外隊 民政那邊他是有份的 就是區議會強化地區治理 麥美娟是佔最大份的 在強化地區治理的時候 他就說不行 就射回那個波給謝展環 但是 宣講呢 不是環保署的責任 根據完善強化地區治理的藍圖 是麥美娟那些人的責任 其實是 所以你叫謝展環去學麥美娟 不是啊 其實超哥你應該叫麥美娟 做好他該做的宣講工作 其實是 整件事好像你弄錯了 那豐豐就說 超哥真的有腰骨 說到這件事完全與他無關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Phoenix PP就說了 配套加配套加配套不是做數 這個我其實一開始已經說了 其實本來你四個月要弄好配套 其實是不難的 因為本身有些地方已經有配套 有些屋苑 本身已經有分類 有些屋邨 本身已經有四色銅 不過呢 有些物館公司就說不行 我要拿走那些四色銅 因為那些人會亂丟垃圾 你看看陸在區區 好像現在《文匯報》那樣報 《文匯報》就說 那些垃圾那些東西都塞了 資料片啊 餐具啊 都塞了 這個陸在區區 搞到陸在區區就變成垃圾缸 其實問題就是 陸在區區 為什麼會變成垃圾缸 當然是 有其他原因 其實 這些東西一開了 其實很有趣的 你如果發現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非法流動 熟食小販還是很猖獗的時代 只要有人 一開始的時候 放那些竹籤在地上 或者放那些化泡膠袋在地上 他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座山 其實你只要有一兩個人 不守規矩的 或者你沒有提供垃圾桶給別人 他隨便有紙箱在那裡 他照樣放那些垃圾在紙箱上 這件事就很快失控了 其實在香港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不是啊 扔東西在垃圾桶那些人是犯法的 但是 問題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都沒有做好配套 那些人又要扔垃圾 有扔垃圾的需求的時候 那些人就隨手扔了 所以 你如果說 那些商場拿走那些垃圾桶 是不是一定可以 在一些好一點的地區就可以 就是我認為 但是呢 如果有人 他扔了第一塊垃圾 譬如他扔了一個紙箱 那才算是在你的商場 扔了紙箱在地上 你又沒有人撿走紙箱的話 那個紙箱就會變成垃圾桿了 其實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是 因為香港是這樣的嘛 那Fenix PP 就說 現在的商場紙和膠樽分裏扔 都找不到 其實 根本一開始的時候 你政府帶頭清走那些四色桶 帶頭拿走那些四色桶 其實已經有問題 那一步其實已經走錯了 那兩方就說這是破槍理論 事實上是真的會這樣 破槍理論是沒有錯的 總之有人 你會留意到 有人扔了第一件大件垃圾 出去 不守規矩的 扔在街上 那個垃圾堆就會擴大 是真的 是事實來的 全世界都會這樣 不是香港是這樣的 這個是人性的問題 是不是 那 那 那 Sam崔就說 石古州焚化路 2025年頭產 我記得也是 所以 不是說沒有做 我剛才也澄清了 幫政府 不是說黃錦昇去了 之後不做 而是他做了也要時間 有很多事情 其實 李嘉誠說過很多次 不要叫他減除歌 李嘉誠說過很多次 香港是要搞焚化的 其實他是最早說的 有時候 你聽李嘉誠說 這個世界是沒有錯的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聰明人 他是很有錢 有些人當然是討厭有錢人 但是他是一個聰明人 這個事實你沒有辦法 改變的 就是聰明人說話 有時候當然是黑人討厭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所在的階級 你當然覺得他說話是黑人討厭的 但是 他說的有時候是道理 減除歌是 那麼 MH70030就說 這是一個基本人性問題 是的 還有 現在你要求那些人 一定要進入指定袋 然後再放進指定袋裡 包底 你說這些理論 其實那些人當然覺得 你當然是亂說 你會不會逐個指定袋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根本事實上 你也不可能逐個指定袋 劏開檢驗的 你也沒有這樣的資源 第一 你也不應該這樣做 對不對 但是不對 接著又在這裡說 立法原意 要各個負責 如果你要各個負責 你買東西的時候 就在那裡收 買東西的時候 就收徵費 譬如你買鐵罐的 所有做罐頭的 都要打一個稅 然後你拿回罐頭去陸在區區 退回罐頭陸在區區 給你錢 如果你真的要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真的要做的話 你就全部要在源頭打稅 譬如你買 超級市場買一塊肉 它有一個膠袋的 你就回收那個膠袋的時候 才可以拿回那個錢 那你的責任一定會在用家那裡 就拿回去 不然就把他丟掉 那他也給了錢 其實這些精稅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辦法 說真的 你在源頭精 其實簡單很多 你在製造商那裡 精是容易的 譬如你在香港要賣飲品 總之你一賣飲品 你就一定要收 你一定要在飲品 每一罐飲品 你都要打一個稅 譬如每一罐要收一元 每一瓶要收一元 就拿去 你們那些 維他奶 太古汽水 那些就拿錢給政府 就抬夠錢去政府那裡 接著政府就 找一個人 把那些一元 收回來的錢 你退回那些罐 退回那些瓶 就退回給你 是可以做的 不是不可以做 這些其實 是可以做的事情 不過你不做而已 你選一個 就是 很荒謬的路徑去做 這些環保的事情 是 這些不是環保署 的問題來的 不只是環保署的問題 應該準確一點去說 那些政棍都有問題的 在立法會那裡沒有人提出的 在區議會那裡也沒有人提出的 在區議會那裡也沒有人提出的 你可以當它不是的 但是在立法會那裡 他們那些人不是新的 他們可以提出很多事情的 你媽媽他們連會也不去開 結果是 他們結果 是被人認為 根本是應該要 現在處理那些垃圾就是他們了 那 浩空也感謝你的支持 那 佐特就說 終於知道政府高官 說話為什麼黑人爭 原來是階級問題 其實 那個問題就是 他們 收了 大家的錢 他實際做出來的事情 老實說是一坨屎一樣 然後一坨屎一樣 還要說你們這些混蛋 反省一下 那個態度是這樣的 接著 謝展嵐還說 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不明白就反省一下 意思大概是這樣的 那是死定了 是不是 那 BB4HK就說 現在買電器好像 電視洗衣機已經是 其實 太難了 這個徵費 其實有什麼這麼難呢 很多地方都在做的 那些汽水罐那些徵費 很多地方都在做的 有 有先例的 你在那個罐那裡 有徵費的東西 你可以印一個Logo在那裡 給了徵費 然後你 拿那個罐去還回的時候 退回那個罐 你就拿回錢 這樣 那就一定會回收 其實對不對 那 那麼 軒順尿就說 如果收了四色桶 那些玻璃瓶 放在垃圾裡 那些清潔 把垃圾袋 調到垃圾房的大收集桶 那些玻璃就會碎了 其實那些人 如果你沒有辦法 老實說 你沒有辦法 在源頭那裡分類的 那些玻璃瓶 只要丟下垃圾槽 其實那些玻璃瓶 一丟下垃圾槽 那些玻璃瓶 下垃圾槽 其實那些玻璃瓶 一丟下垃圾槽 一向都是這樣 有些人真的照樣丟 就算 有些地方有分類 我們這裡也有分類 有些住客是很混賤的 真的 我們 有個物業也有垃圾槽 他們什麼樣子 他們什麼東西都丟 然後 要那個物館 經常通過垃圾槽 亂來的 一定有人亂來的 我也說 亂來的 這件事情 你只能夠 盡快處理它 令事情沒有那麼大問題 你說可不可以 罰那些 亂來的那些人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容易 罰所有亂來的人 不要幻想一個地方可以 沒有那些亂來的人 不是這樣的 國內那麼多 CCTV 有很多人開車都是亂來的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他都知道 你有那麼多Camp都沒有用 抓不到我 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麼 Dini章就說 叫那些垃圾 處理垃圾 就是 處理自己 當然是不會 這樣 那麼 那麼 Freder Wong 就說他們買電器 傢俬 車輪 很多要收回收費用 買的時候要加回收費用 我們也要買車輪 也要的 車輪店會收的 會收環保費的 因為他要處理這條車輪 就會收費用 那麼 他法自在就說 以前也要做案樁 為什麼現在做不到 那麼 那麼 以前又不一樣 以前那些瓶 真的會填充 給大家喝的 那麼現在就不會了 為什麼現在不會 現在又有一個原因 令到這件事情 沒有成本效益的 因為現在做玻璃瓶 實在太便宜了 做一次性的玻璃瓶 現在是很便宜的 成本是很低的 那算了 說到這裡 我希望這件事情 當然是想這件事情好 就是環保局那些 當然 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做回配套 我認為 不要再想到宣港了 你還要說 超哥說的 就死定了 要學麥美娟 或者要學曾國慧的話 香港是真的沒有運行的 如果香港的官是學他們兩個的話 是死定了 因為其實 你想想一下這件事情 而責任有很大部分 都是真的在 麥美娟那裡 而是沒有人理會的 那麼Fenix PP就說 只有牛奶瓶 才有岸瓶 這樣 現在是難做的了 其實說真的 現在沒那麼容易做得到 因為還有運輸成本 其實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會退出市場呢 這裡我記得以前 有些啤酒 大瓶那些 都是有岸瓶的 這裡以前牛奶也是有岸瓶的 但是也沒有了 就是 這個世界會變的 為什麼說這個世界會變呢 啤酒瓶就變了一次性 牛奶瓶就變了膠瓶 這個世界是會不斷變的 以及包裝物料的科技 也會更新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說要禁止某些 那你會令到包裝科技 轉去做另外一件事 但是很老實說 就算說要禁塑膠也好 你不可能在社會上 沒有塑膠出現的 我告訴大家 舉個例子 我們這裡禁了一些塑膠飲管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膠杯蓋 膠杯蓋 另外呢 就有一個嘴口 就可以喝的 但是 你究竟是一個 就是這樣的 膠杯蓋的物料多些 還是一支膠飲管 加一個 膠杯蓋的物料多些 其實差別是不大的 結果你一樣是用這麼多膠 其實事實就是 你想想可以省些膠的 可以禁些膠的 現在4月22日又沒有膠用 就是他們那些立法會議員想出來的 你沒有膠用的時候 其實有其他東西會生產出來 譬如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不准別人用某些膠的東西 有些人其實收了一些膠匙羹 膠叉那些 他們會使用再做 我不敢說這些佔了社會多少人 但是我家裡就是這樣 如果吃完飯有膠叉膠羹 我會洗回去 我不會丟掉膠叉膠羹 膠叉膠羹我會再用幾次 用了幾次才會丟掉 不是一次性的 在我家裡就是 我家裡的親戚也是這樣的 譬如 出去了燒烤才算 那些膠叉膠羹那些餐具 是收回再洗多一次再用的 不是就這樣丟掉了 好了 你現在改變了 因為我們這些都禁了 你現在禁了一些膠叉膠羹的 就變了粥那些 粥那些你就不可能再洗多一次再用了 你就馬上丟掉了 粥的話就 其實垃圾堆田區可能更多了 你沒有膠用 其實可能是 未必是 對堆田區是可以減到壓力的 事實就是 就是說 我說過的現實就是這樣 喏 那麼 那麼 荷里玉就說 膠杯蓋第二天都會這樣賣 那麼你膠杯蓋這麼賣 那麼 用紙杯蓋的話 其實也是 有其他物料 其他垃圾的 其實就是 喏 那 Rosselman就說 我區的長者會執為執膠樽 只是為一毛錢一個膠樽 怎麼會沒有人幫分類 其實 是有人會幫的 但是不是區區都會有 情況就是這樣的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就是說 你說禁掃膠那裡 現在4月22日沒有膠用 其實 一定有其他東西受影響的 那 他們有沒有評估過 會製造多少垃圾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的理解 在香港很多人 都是的 那些膠羹、膠叉的那些 他們不是就這樣扔的 一次 譬如那些飯盒有一個膠羹 他們的膠羹是用幾次的 有些人在家裡 他們收藏的膠羹是很多的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不過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有些人當然是馬上一次就扔 這個現實就是 好了 算了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明早神網第一線再見 拜拜 拔一下 沖沖 在山內 什麼 呀 還是 什麼 出山 現在 將 幹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